又來到講機設的頻道 今天要來談一下背心腦的其中一部座架 母母有翼變形機 有著母乳輪比的驚人待遇 一出場就跌落海的主角機 和主人公不求同年同月同日深 只求同年同月自爆的美好遠景 就是Wing高達或者叫飛翼高達 機體代號XXXG01W 由於該機用了高達零無合金而製成 OZ會稱它為高達零一 主要的定位是一擊脫離 突擊 突襲 印象中最深刻的就是它劈飛機那一段 被無數網友惡搞的一張圖 在練成這部這麼有人氣的機體之前 都經歷了很多個階段 大河原邦藍的初告是這樣的 可以看得出它的初告有很多沒有鬥轉的影子 而且很多基礎都是沿用神高達的設計 然後第一版都是沒有著名的機翼 直到第二稿才增加了機翼和變形的功能 95年播出的飛翼高達出現在 94年的武鬥轉裡面 可以看得出當時的飛翼高達已經接近最終形態 由於大河原邦藍出色的機翼 多次被Bandai運用到往後的作品裡面 有原色、有藍色、有紅色、有綠色 再加多一隻色可以組成五色飛翼戰隊 這部機是追博時系AC1994年 L1殖民地群完成的一種報復工具 因為OZ暗殺了地球和平主義領導者 希龍猶耳 所以搞了這部機專門來對抗OZ 高達的駕駛員就是用他的代號命名 在流星的滑谷五小強裡面 飛翼高達是能力最平衡的一部 並且跟他大佬 零式高達最似的一部機 最出眾的特點就是他的機翼 和強力的雷射加龍炮 又有敏捷的機動性 又有強勁的破壞力 神神化化的零式系統就沒有加裝下去 這部機的機動性絕大部分是依靠背部的機翼 不但可以產生強勁的推進力 機翼裡面的零件都可以通過質量移動力提高機動性 可以在失速之前 以及達到超音速的領域中進行微調 腳部的推進器可以輔助大部分情況下的加速 還可以變成飛機模式 令這部機的機動性和移動範圍進一步增加 他的主要武器是雷射加龍炮 以零式雙雷射加龍炮修改於力 這支槍用了能量壓縮彈架功能 武器上可以裝三發彈藥 最大出力的情況下 只可以發射三次 比起零式那支槍 威力是有所降低 因為怕造成大規模不必要的殺戮 但威力一點都不低 這支雷射槍的總能量 可以同一座中等規模城市的消耗能量匹敵 發射的雷射會令到周圍的大氣扭曲 會產生150米激烈等位置漩渦 以及幾十千米的灼熱紅樓 另外它的雷射是由複合層組成 有超高能力的貫穿性 在當時除了高達的無合金之外 幾乎是沒有東西可以抵受這種高傷害 或者可以通過電磁場進行偏移防衛 平時左手邊的盾 既可以用來防衛 又可以用來撞人、捅人 材料上是用了高強度的高達尼姆合金 盾牌的中間有一個折疊位 可以收納雷射劍 還有頭部的機關槍 以及機身的高強度機關槍 這部機中間有一顆綠色大波珠的主角機 都有過為橙大的一段經歷 首先它的持有者背心腦 不太疼它 一直當它工具來洗 用完即器 喜歡自爆就自爆 喜歡扔在一邊就扔在一邊 第一集被Leo擋著跌落海之後 就拿著用自爆系統 以及偷一些深海飛彈 炸壞自己的機器 薩古斯幫這部機收復的時候 太怕Halo炸多一次 都不敢幫它安裝自爆系統 這部機是五小強入面 唯一一部沒有升級過的機體 其餘四小強都有一定程度的升級改造 而飛役高達也是報廢次數最多的一部 另一個平衡時空 飛役高達EW 是Katoki重新設計的一部機體 從零式EW 逆向搞出來的一部機 初次登場的作品在《敗死云光》的漫畫中 都是很早實行NG模型化的一部機 可見EW的人氣 飛役EW和飛役高達屬於同一型號 是另一個平衡世界的機體 與TV版經歷的遭遇大致相同 微細差別都是有的 第一次與薩古斯對戰那部neo是白色的 雷射加龍炮一共有九發子彈 其中六發是備用彈 自爆的時候 Halo手持一發雷射槍的彈藥進行自爆 Halo在零式資料中提取而開發的新裝備 在星跑 屬於EW版獨有的追加裝備 當時沒有用到早傳的高達尼武合金 發射完就立即報廢 屬於一發真男人的系列 好了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 歡迎大家收看 如果你們都喜歡這條影片 歡迎大家訂閱和開啟旁邊的鈴鐺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